恭喜我的老闆 首次把露點的畫面留在了我的頻道 我覺得他快要往生的感覺 我怎麼有一種木乃伊的感覺 我們偏不正常 現在沒反應就這樣 你現在到底是要把我此處洗到來 黃雕 黃雕 哇 這個這個 這個姿勢 這個 我莫得不說這個真的 蠻專業的 鑽不起來 現場工作人員 現在我們家要做老闆 我們要選 靠 哈哈哈 哈嘍大家好我是舒暢 那來到越南呢 一定要體驗他們的月室洗髮 那所以今天呢我的老闆 據說給我安排的這家店是 月室洗髮的首創店 對他們就講了帝王式洗手創店 他說我就信了 哈哈哈 除了洗髮我是聽說他 還有很多面部護理啊 全身按摩啊 對 可以幫你洗臉啊 洗腳趾 然後洗手指什麼之類的 一系列的 沒錯沒錯因為我們短短來了幾天 行程我們的體感感受已經快要來了一個月了 所以今天來商檢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 好啊會 他這邊比較特別的是華人進來不知道怎麼消費的話 他其實是全自助消費機 然後他的裡面都是中文所以你可以直接看 他這邊就可以直接自動售票啊 他就有很多的他的服務項目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單人一對一的服務 大概約落在五十萬到九十萬之間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他有一個頂級四手的服務 所以你可以一次選兩個 這樣看起來大概一百五十萬越南盾 好那我們就看看妹子在做決定吧 好 Let's go 有喔有一個很老派的過場 哈哈哈 叔叔你挑一下等一下要幫你服務的小姐姐好 好我糾解一下 你如果要糾解的話那我幫你做決定好了 好 因為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們大人學是全都要 一起走 一起走 耶恭喜我的老闆首次把露點的畫面留在了我的頻道喔 我第一次體驗到我自己是被開尺度的 通常不是我自己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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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被開尺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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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很突然 完了這個計畫完全沒跟我講這一part 我已經被扣他薪水了 我的演出費 哇他正在洗我的腳趾 然後每一根都是一根一根的竹根洗 完蛋了我旁邊的漂亮妹妹要開始給我掏耳洞了 你看他直接變耳鼻歐科 耳鼻歐科 完蛋 旁邊的那個金卡腿妹很漂亮喔 我知道你們都在看他 所以要為自己的無罩搶一下鏡子 哈哈哈哈 咦上你有採耳過嗎 有 但是很久之前 所以我現在被按著緊張 這針真的很細耶 但不得不說有一種在洗殘被澡的感覺 就是你全身上下正在被人清理的那種感覺 你一問 你好像躺著光纏的感覺 隻隻板板的 像是大地老師 我在享受啊 我覺得他快要往生的感覺 我怎麼有一種木乃伊的感覺 哈哈 這服務怎麼越來越奇怪 這好像剛整完型喔 哈哈哈哈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真的包了他耳朵的這個妹妹啊 對 台灣男生有沒有什麼印象 他說沒有 哈哈哈哈 好直接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在場有他喜歡的款嗎 我們的五位男生 那你要記得 他要忘記我現在臉上的小黃瓜 你幫我強調這件事情好了 Yeah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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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m the deal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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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黃蕉 黃蕉 喔喔喔黃蕉 哈哈哈哈 阿呀 阿亞 可以問有沒有遇到一些男生愛愛 他就有反應了啊 聽了嗎 我現在動作很適合問吧 哈哈哈哈 我們偏不正常 你看沒反應了 哈哈哈 完了 這已經體驗太多了 已經壞掉了 九個的話九個都會這樣 哇 真的嗎 真的啊 那我想問會不會 有遇到很多客人來追求 或者送禮物之類的 牛 很多 很多 牛是很多的 牛是很多的 因為別逃的話 他們如果是不喜歡那個男的 他們是拒絕的 如果除了客人給少費而已 然後有客人預約說吃一頓飯 給兩三百萬 他們就不去 哦 那是因為不喜歡的關係 對對 不喜歡 我現在正在被上下騎手 其實挺爽的 你能不能駁一個 為了結婚下駁一個吧 不是 你們現在 你現在到底是要把我持住洗到的啊 我們只是要駁一個而已 駁一個 怎麼了 真的很非Boyer 哇 這個姿勢這個 哇 不太過分了 加碼是不是 有覺得男生更懂男生嗎? 我莫得不說這個真的蠻專業的 是不是這樣嗎? 就要我伸進去 你說突然破觸嗎? 舒服嗎?舒服嗎? 舒服舒服 有有有 這個有 喔這個力道 我真的分不出來 其實蠻厲害的 開玩笑我這也有在 對啊真的真的 我這個視角我會覺得很性感 來了來了 大鵬短刺 大鵬短刺 完了胸罩脫下來了 胸罩脫下來了 甩一甩 欸 完蛋有撤爐 翻不起來了 翻不起來了 完了 我們AA要補折了 哇舒穿 我們在那邊卡住你的撤爐 有點厲害 現在才知道 哇你們兩位真的很認真在享受耶 就完全是已經放輕了 我們在拍節目 太舒服了 這一集是要備注沈浸式的一集這樣 喔來了 熱石 又來玩石頭 哇 舒服 因為它是燙燙的 它現在 溫溫熱熱還是偏熱 太棒了 亂回答 哈哈哈 燙子表示想要下班打卡 那你是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就是 去帝王按摩 對啊 也可以 那去夜生活也可以 夜生活看情況 哦 還是會在意哦 哦 哦 比如說假設未來的老公是商務人士 我要去越南租差兩周 然後客戶說要去夜生活 對 那你這個單子全都是我的 哈哈 所以就是還是會在意 但是如果錢多可以考慮 對 錢很多錢才是關鍵 錢這個只是最明顯的指標 其實應該說他如果有這一個缺點的話 那就要看他有沒有更大的優點去蓋過他 因為你這一個的話他需要一個額外的優點 比如說你就不愁刺穿啊 就是你想要買什麼花什麼 其實他都可以給你這樣 那這個沒有他也不是不行啊 哈哈哈哈 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 沒有什麼沐浴 然後軟肋又少的 然後就太難那個 那我要問一個 很終極的問題 很終極的問題 好 現場工作人員讓你叫我一個老公 你要選擇 很靠 哈哈哈哈 很靠 快一點 他等一下直接臉蓋下去 直接蓋下去 我們都懂意思 辛苦我們的俗唱 現在是你們最後洗頭環節了 好 其實我們現在拉妹裡 然後突然變得越來越那種 很感性的結婚 我不知道 我們這一集的走向很歪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怎麼接你知道嗎 那我想問在場每一位 都是可以接受女朋友去安慰行程 應該可以吧 那女朋友去辣妹裡永遠上班行不行 行啊 行 對啊這也在賺錢 就是他自己是享受一切的話就 喔 教你女朋友去開P站行不行 看P站為什麼不行可以啊 不是去開 開P站可以啊 反正他開P站也是我們一起拍啊 哈哈 對啊當然可以啊 我有一個洗脖子的療程 不知道是 哈哈哈哈 蠻特別的 這一下要割喉耶 我這個感覺 還是問題太高 所以那個位置才會在那邊 哈哈哈哈 他在其他位置你也很奇怪你知道嗎 你看如果洗臉的話 我會好像在吃水 哈哈哈哈 我不確定你會不會體驗到這一塊啊 但這一塊蠻特別的 所以你之前的那個月是洗頭 沒有體驗到嗎 沒有耶 沒有洗脖子的環節 欸 我也可以體驗了 哦 如何 有一點 怪怪的 哈哈哈哈 好難講喔 有一點怪怪的 就是也是蠻舒服的 但就是不習慣 我感覺我自己全身已經濕了 的那種錯覺 好啦 好啦我們終於結束了這一個 90分鐘的雙人辣妹洗透 他的服務項目比我想像中多 非常多 對沒錯沒錯 而且他時時刻刻都是有照顧到的 他不會說有一個空檔或什麼之類的 對因為我們這次叫的是四手連喊嘛 雙人服務的項目 一下子上面在按摩的時候 下面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他突然也開始按你的下面 上面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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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 對對都沒聽過 然後旁邊也有睡 然後導演組在跟 超忙 幫幫你 我就覺得哇 好忙喔 其實不管是心理或身體 都有點忙碌 還蠻新鮮的啦 而且是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可以體驗的 沒錯沒錯 那如果男生你覺得是大人的行程 可以入門的話 那先來體驗這一個當作入門 沒錯 那具體的諮詢的話 我們要到哪裡可以找到 一樣我們到我們的書上跟大人選的 會員頻道裡面有會員的TG群 那到那個TG群的話 就可以找到我們小姐姐的聯絡方式 對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是舒暢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